人權無價 人權無價 你們的行為已經違反即位遊行法 人權無價 人人那麼平等 我常常講說記者的血液流動的速度跟方向都跟一般人不一樣 因為你看到你會整個腎上腺素全部都起來 97年甚至更早1995年那時候 比如說像我們看到監獄暴動 新竹桃園監獄暴動 你可能很難想像那是電影裡面才有的狀況 竟然活生生的發生在台灣 後來研究所念完之後 我就決定離開傳統媒體了 因為那時候其實對傳統媒體 當時候整個環境的改變 我覺得失望 真的失望 因為媒體已經 不管是做自路信息比較也好 或者是說很多媒體會考量 到媒體本身自身的公司的利益 所謂的公共利益 有時候反而是擺在第二位第三位 2008年2月12號 那天我就低處辭辰 我說那天是我第二個勝利 因為我做了人生當中 第二個重大的抉擇 第一個抉擇是我念實踐服裝設計 念到畢業前兩個月也不念 就是人生第一個很重大的決定 第二個重大的決定是 當了15年的記者 有一份很不錯的薪水 在那天決定递出紙程離開 我常常笑說那是我重生的日子 所以是我第二個生日 最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當然是罵政府 所以你看配了不能錯的秘密一 不能錯的秘密二 現在還有不能錯的秘密三 除了罵台灣政府 我們罵香港政府 罵中國政府 其實打從2004年 台灣首度爆發 H1N2 低致病性情流感疫情時 我就開始追蹤這個事件 六年下來我們發現 病毒已經開始在田野交換基因 台灣正面臨一個極度危險的狀態 但為什麼我們的公衛系統卻完全失准毫不知情 調查到最後有一個初步的結果 電視台不能播不敢播 所以不能播不敢播有顧慮 那我後來就持續的follow下去這樣子 所以就當時的話還在調查 可是後來我離開媒體之後 我持續調查 然後一直到2011年 那時候才幫他完成 在台灣跑農委會的記者 都會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如果有什麼疫情發生的時候 或者是對比較敏感的疫情發生的時候 你找不到學者來做訪談 學者不願意接受訪談 因為學者也怕講錯了得罪農委會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還要跟農委會申請研究計畫案 這是所有台灣跑農委會記者普遍 都找不到 那當然啦 農委會的那些官員 也都一直覺得說 理會人怎麼會知道這些事情 他怎麼會 一定有人在幫他 對 有人在幫我 可是他們都一直很想知道是誰在幫我 在這個調查的過程當中 我也都會很保護他們 我當然很曝光 然後他們也非常非常的勇敢 願意這樣子來告訴我 無視地告訴我這些知識 其實被官僚掩蓋的疫情不只這件 這波疫情一直持續到09年3月才告一段落 而地點跟片吉 彰化和屏東 這兩個養積大縣 有些金融甚至在一年之內就連中兩次 這些沒有辦法說出口的人禍 也幾乎令他們傾家蕩產 結果後來我是找到那些 就是我訪問他 訪問到他最後都想哭 就這樣是因為一個疫情來了 什麼都沒有了 應該要保護他們 協助他們的農會在哪裡 全部躲在後面去 不干我的事 其實如果談台港中 中港台 談到那些整個民主發展 我覺得應該要先從蘋果的智慧開始談 蘋果的智慧原本只是想說 去看到這個媒體在台灣如何做議題設定 他如何去引領風潮 引領如何去下標 然後如何去採訪等等這樣子 去看看那些狗仔隊是不是有幾百個狗仔隊 狗仔隊怎麼跟拍 把這樣的一個部分解密讓台灣大家知道說 我們想像中的那些狗仔隊 一傳美的那些蘋果日報跟一週刊 到底他們在做些什麼事情 原本只是想這樣子而已 可是沒有想到拍拍拍拍到 後來媒體壟斷發生了 後來 那個 一電視要賣了 然後後來又發現 原來蔡旺旺想要買一傳美 這樣的一個事情 整個狀況 你就後來發現 這整個過後裡面 其實都有一隻黑手在那邊 就是中國 因為很關心台灣跟香港跟中國的民主發展 那香港當然那時候也快 主權移交20年 然後就拍病控制 當時候病控制是這個樣子 是2016年的7月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個香港的電視台老闆 透過朋友找我說 想要跟我合作拍一個反共的紀錄片 那後來我就跟他談 我說可以啊 因為我本來就很關心台灣 台港中的民主發展 我說我們要合作可以啊 先決條件就是你不可以干預我 這是對一個創作者最大的尊重 他說好 OK 然後我們大概就幾個月之後 大概兩個多月之後 我就提出了一個企劃書 就是病控制的企劃書 那看完那個企劃書 他覺得很好啊 很滿意 那我們就開始拍攝 那拍到隔年2017 剛好香港主權移交20年的前戲 六月份的時候我們打算去香港 去香港去看香港只能依照20年的前戲 到底怎麼樣子 我們想要找到一個不一樣的視角 來談香港的20年的變化 我不習慣他的運氣臘腸 他是反共了嗎 我是愛過的嗎 香港主權移交已經20年了 许多人的想法跟华哥一样 中国有广大的市场 强劲的经济力 管他是周大福还是周六福 本尊三债都无所谓 只要有钱赚就好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去讨论 我们找两个香港的市场朋友 忙人朋友 来看香港20年的改变 看不到他怎么看得到改变 正是因为看不到 所以反而看得更清楚 我们要用一个不同的视角 来看香港的改变 结果半年前他很喜欢《七月娃书》 半年之后他说 这不对 那个不对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开始反正全部都退翻了 这个没有用 我心里面大概就有一个谱 他想要干预 他想要干预 所以我当下决定就是 把钱还给他 我们自己去想办法找钱 当时候我们那部片子 大概花了三百万 后来我们就 一百五十万我们自己想办法 我自己想办法去找到一百五十万 其实他一百五十万 希望能够透过网路上面的机制 完成这样子把整个影片完成 然后放在网路上面 后来这部片子是这样拍出来 才拍并控制 如果真的要对台湾人有什么 就真的好好珍惜你们难得上一辈人争备的自由 因为这些都不容易得到 希望台湾人可以看着香港现在这个情况 提醒有时中国真的不是一个愿意和台湾好好做一个好朋友的国家 很多时候人是健忘的 台湾的民主跟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但是我们要常常时常提醒很多人 所以那时候拍了这部片子 那为什么会拍这部片子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香港反送中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香港的警察对年轻的学生开枪 然后甚至有些人都觉得说这些都是暴徒 那个什么香港警察会打人开枪都是假新闻 连在台湾都还有人这样子觉得说他们是暴徒 你不要上街就好了 那什么警察打人那都是假新闻 后来发现说我们很多人对于香港在争取民主自由 台湾有一些人是完全漠视的 甚至有些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所以那时候才想说 透过一个短片让大家知道 香港的年轻人为什么要上街头 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同时也让我们开始反省 反思台湾的民主是怎么来的 有时候我大概就是这边电脑也在工作 那边也在工作 然后趁它动不了的时候 我们就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常常讲说纪录片是什么 我现在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纪录国家的春夏秋冬 书写社会的殷勤圆缺 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拼图把它放上去 五十年一百年后 透过这些影像这些印象这些报道这些纪录片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年代的社会经济的脉动 跟当时我的样貌到底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希望